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意 很多人都希望能修复 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过得自在一些,富足一些 因此会去做许多的善事 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一点 我们一边在积极修复的同时 是否也在不停地折损自己的福分呢? 也许,有人不断修复 做其他的善事 帮助别人听闻,圣贤教诲 可是,境遇仍不是那么顺利 有病的并不见轻 贫穷的依然贫穷 所求的皆不遂愿 于是,便会埋怨上仓不平 为何自己这么利益他人 却还不如那些没行善事的人 便会对自己的信仰不满 认为没有照顾自己 可是,自己积的福 已在自己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中被折损了 自己还不知道 实在是大有人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是否注意过自己的心? 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所做的事 是否真正去观察到 当看到别人升官发财的时候 特别是才能不如自己的人靠排斥自己 而升了官的人 我们的心里是酸溜溜的 还是很反感 是在感受别人的喜悦 在为他们祝福 还是愤愤不平 或者吃之以鼻而看不起他呢? 我们吃饭的时候 吃到不合胃口的食物时 是会生气地倒掉 或埋怨饭做得不好呢? 还是会时时去感恩重甜人的辛苦 卖菜人的辛劳 或是做饭人的用心呢? 在路边看到行起的人 你是不是认为他在假装残疾 在行骗 或给他钱的时候 自己有一种看不起他 可怜他 或者想自己是在做好事 在救人 在做善事的呢? 在看到某些人行为不端 后来生了一场大病 自己是不是在想 看吧 这就是报应 行恶的人终究是会有恶报的 此时 会不会清楚地知道 自己已在幸灾乐祸之中了呢? 此心 到底是刻薄还是仁厚? 我们知不知道呢? 可是 应该清楚 在一瞬间 看到别人受灾 而心中大快的时候 那种幸灾乐祸的念头 已经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不管是什么事 起心动念 都会起作用 都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不是做了才算 这样细细算来 自己的福报 都不知道被自己折掉多少 实在是可惜啊 就像一个破了的桶 你不停地向里面倒水 水却一直在流掉 其实 吸福比造福更可贵 在吸福的时候 你懂得去感恩付出的人 懂得珍惜 懂得勤俭 可是 在造福的时候 一味的希望能多点 再多一点 这颗贪求的心 也许已经使白挤 更加的堕落 若能一面造福 一面吸福 再注意不要折福 相信福分的积累 一定是大幅度的上升 而且 这个福来的时候 你会享受得很快乐 因为你的心是善的 当只是用钱财来不失 回来的也是钱财 也许你的生活 依然会不太舒服 因为你看别人不顺眼 可是 若能反观自己的心 不失自己的善良 慈悲 喜悦给别人 你所得到的 就不仅仅是财富而已 所以 要让自己幸福一些 还要注意 不要在点点滴滴处 折损自己的福分 作为一个学生 当看到别人的成绩 考得很好的时候 会不会妒忌 做同样的生意 看到别人的顾客 比自己的多 效益比自己的好 会不会酸酸的 或者 离了婚的人 看到也有人离婚了 心里一想 啊 也有人和我一样 稍有安慰 又或者 时常说 一些酸寒刻薄的话 来刺激别人 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 接人家的短处 谈别人的过失 这都是我们不够人厚的存心 也都是在折我们的福分 所以 一定要看到自己的心 是不是在念念 希望别人好 当看到人家有所得 会很不高兴 看到别人有时反而很安慰 或者 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受了罪 欢喜得不得了 这都有诗人爱之道 都是在折损自己的福报 而反之 若要从这些平常的细微之处来修福 就快速多了 念念为一切众生 那么 你的心是为一切众生 你在与一切众生结善缘 看到别人好 我们高兴 看到别人不好 我们替他们难过 并且 尽己所能地去帮助他们 度过难关 哪怕与自己有过节 也义无反顾去帮助 这就是一颗人后之心 有此心 就不用担心 自己没有福报 量 大福就大 若能实时长阳 我们的善心 念念去成就他人的善行 随喜赞叹他人的功德 有能力 就尽心尽力 这本身就给我们积累了大福 在行善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心善 实时去体谅他人 纵然是恶人 也希望他能回头改过 而非称恨指责与辱骂 当你认为自己发心是好的 是想让他好 而去指责甚至打骂有缺点的人时 或者写逆明信去告发 或无限上刚地诽谤他人 但是自己却认为 是在挽救人家时 那不过是你自己的情绪 并非真正有利于对方向善 也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所以 实时守护自己的善心 守护自己的清静心 守护自己的一颗爱心 先做自己的护法 保持自己不造恶 身善良 口善良 心善良 进而再去安护身边人的心 让他们感受到舒服与自在 遇到与自己性格 想法和愿力不一样的 不抢求苟童 但也不会标新利益 只是相互的尊重与关怀 这样 您会越来越感受到修福得福 真的幸福 有钱不是幸福 好多财富丰厚的人心灵并不快乐 仍旧在痛苦中 如果 自己的心恶行善 或者心善行恶 苦心机的福还不够折损的 那也太不值了 每个人的面目不同 其因果也不一样 每个人在往昔生生世世 所欠下的债也不同 有些人欠债太多了 到这个世界上来 还也还不了 所谓债台高筑 也就是业障之台 一天比一天高 一天比一天深 债上家债 纠缠不清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往昔专门放高利贷 借钱给人 利上加利 贪得无厌 自己以为占了便宜 结果是自己吃了亏 业障一天比一天重 终于拔不出腿来了 有的欠人做父亲的债 有的欠人做母亲的债 有的欠人做妻子的债 有的欠人做丈夫的债 有的欠人做儿子的债 有的欠人做女儿的债 所谓父母的饥荒 轮常的账马 种种的姻缘 乃促成你我今生命运的安排 可是一般人不明白 一切都是前因后果 定业难逃 所以有时候还不认账 还想扛债不还 明明欠人的债 却不承认 因为这样不讲道理 所以 酿成世界上 种种麻烦的发生 你有你的麻烦 我有我的麻烦 他有他的麻烦 个人有纠缠不清 善恶夹杂的因果 偶尔遇到佛教 听了佛理 便明白一点 可是今天明白了 明天又糊涂了 后天又想明白 大后天又糊涂了 于是变成至于平等的局面 智慧和鱼吃平均 糊涂时便不想修道 明白时便想修道 可是修道的时候很少 糊涂的时候很多 因此所修的 不及所丢的 智慧也一天不如一天 而鱼吃 却一天比一天增加 在无名驱使之下 便做出很多糊涂事 心里糊涂 进一步身上也糊涂了 心里有贪嗔吃 身上便饭杀倒淫 这些都是糊涂账 根本算不清 所以 有时家庭眷属不合 父子不合 母女不合 夫妇不合 兄弟不合 姊妹不合 兄妹不合 种种问题就发生了 发生了 自己还不承认 不认账 反而觉得很受委屈 其实这都是前因后果的定律 以前种下的因 如今结果了 有什么好愿呢 所以是固知命者 不立言强之下 不怨天 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首先要明白因果 不要再种糊涂因果 要种清净的因果 要是道则进 非道则退 不要再把善恶混淆不清 是非夹杂不明 若能黑白分明 真假了然 便有机会返本还原 回复到本有的姓静名体 妙真如性 晚清明臣曾国藩说过谋大事者 受众格局 那么什么是格局 格局是关于一个人的眼光 胸襟 行为 见识等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格局越大 人生越宽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 您的点赞和评论 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喜欢 格局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 人人都有格局 只是每个人不一样而已 有一家庭妇女 一天 她买了一件衣服 回头习惯性地跟邻居显摆 却发现同样的衣服 邻居比她少花了 二十元钱 于是她耿耿于怀数天 这人的格局就值二十元钱了 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 乞讨队上 依着光鲜的人 毫无感觉 却极度比自己 乞讨得多的乞丐 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 三个工人在工地砌墙 有人问他们在干嘛 第一个人没好气 说 气墙你没看到吗 第二个人回答 我们再盖一幢高楼 第三个人则笑着说 我们正在建一座新城市 十年后 第一个人仍在气墙 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 而第三个人则成为建筑公司的老板 工作本身没有区别 为什么三个人的人生走向却大相径庭 这就是格局的不同 面对同样的情况 不同的格局会决定事情的不同走向 什么样的格局成就什么样的人生 格局在李白那里 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人的气宇轩昂 在岳飞那里 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三十宫明尘 雨土的状 在苏氏那里 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 格局是一种大情怀 海那百川才能有荣乃大 吞下了委屈 伟大的是格局 西汉的开国功臣 韩信早年穷困潦倒 经常有上顿没下顿 一日 有个街头混混看到 韩信腰间 别了一把长剑 想试探他的胆量 便在闹事中 拦住他说你若是有胆量 就拔剑刺我 若是懦夫 就从我裤裆下钻过去 韩信明知这是故意羞辱 却很淡定地想了一下 就从那人的裤裆下钻过去了 围观人群轰然大笑 觉得韩信胆小怕事 没有勇气 后来 韩信协助刘邦打下天下 当他再次返回楚的时 召见了曾经侮辱自己的小混混 出人意料的是 韩信非但没有杀他 还封他做了官 并对众人说 昔日他侮辱于我 可立刻斩杀 其余剑下斩杀他 不能助我扬名 索性隐忍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这就是家喻户晓的胯下之辱的故事 烟山夜化 有云君子忍人所不能忍 容忍所不能容 处人所不能处 人生在世 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吞下了伪局 伪大的是 你的格局格局越大的人 往往有博大的胸怀 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 低调从容 睿智豁达 有大格局的人 不会和烂事纠缠 佛说不多言 不纠缠 不争论 有大格局的人 不会和烂事纠缠 这是一种智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三济人的故事 众所周知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济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在此共问时这个故事里 孔子却讲一年只有三济 某天早晨 孔子的学生子 供在院门口洒扫 一位客人到了 想向孔子请教时间的问题 子贡自告奋勇说 这个问题 我知道 可以回答你 于是客人问子贡 一年 有几个季节呢 子贡答到 一年有四季 客人说 三季 子贡理直气壮说 四季 客人毫不示弱说 三季 四季 三季两人争论不休 到中午也没消停 孔子听到声音从院内出来 子贡立刻向孔子秉明原委 孔子先是不答 观察了一阵后说 一年有三季 客人听了这话 便大笑而去 子贡在追问孔子时 孔子却答一年有四季啊 子贡不解 孔子说到 此一时 比一时 方才那人一身绿衣 就像田间的乍蟒 在春季出生 历经夏季 然后在秋季结束生命 他怎么知道 冬天的存在呢 你要跟这样的人 争论三天都不会停止的 子贡听了身以为然 对于根本不懂的人 不需要和他争辩 因为即使你说的是真理 可是由于他们自身条件的限制 永远也无法理解 这类人通常被称为三济人 其实这个道理 我们在历代以来的经典当中 也随处可见 如在庄子外偏秋水中 北海若约井蛙 不可以语于海者 居于须也 下虫不可以语于兵者 赌于石也 意思是说 庄子同样认为长 年一直待在井里的青蛙 不可能理解得了大海的模样 一生只活在夏季的虫子 当然也不可能理解得了冬季的状况 所谓夏虫不可语于兵 井蛙不可语于海 所以格局大的人懂得 不争就是慈悲 不变就是智慧 不闻就是清静 不看就是自在 原谅就是解脱 知足就是放下 不资诸必较 不会因为一事一物的得失 而乱了阵脚 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强大的信念 滋滋以求直至成功 格局越大 《成就越大史记》中记载 齐桓公带坐公子时 管仲曾带兵追杀于他 他被管仲射中了衣 代沟装死 才侥幸地逃过一劫 后来齐桓公即位 一心想要除掉管仲 以报当年的仇 但辅佐他的报书衙 却说管仲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 之才 要成齐国霸业 非他不可 于是齐桓公就任管仲为丞相 报书衙则退居管仲之下 而管仲也不负众望 大力推行改革 使得齐国日趋强盛 问鼎春秋五霸之首 三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千秋大业 皆因格局二字 面对有过一见之仇的管仲 齐桓公尽是前贤 唯以重任 是王者的大器 面对曾经敌对立场的国君 管仲不畏生死 尽心辅佐 使智者的勇气 面对一人之下的相位 报书衙拱手相让 屈居于下 是仁者的胸襟和三人之力 才谱写出了一段管报之交的千古美谈 也让酒和诸侯一筐天下的传奇 万事流放 人常说格局二字格式人格 品性 局势 气度 胸襟 心胸越大格局 越大 格局越大 成就越大 身以为然 那些能够笑对人生 自我成就的人 不过是学会了不纠缠 懂得了向前看 把心放宽 往事才会随风而散 把事看淡 苦难 才会化作路上的星光 人的一生 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不同的认知层次 形成了不同的人生格局 它决定了你能看到怎样的风景 我们常常抱怨命运不公 抱怨生活没有失和远方 那可能正是因为我们高度还不够 格局也还太小 当你见过天地 见过众生 打开格局 开始去见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当你想明白了这一点 你的人生便可能从此不同 拥有大格局的人 在人群中会自然散发 不一样的气质 前功却有内涵 温和却有力量 他们会讲究 也能将就 能享受最好的 也能承受最坏的 他们从读过的书 走过的路 见过的人中 提升自己思想的深度 眼界的宽度 以及胸怀的广度 正如有句话所说人的生命格局一大 就不会在生活琐碎中沉沦 真正自信的人 总能够简单地铿锵有力 心中有多少度量 就能撑得下多大的船 心中有怎样的格局 人生就有多宽 愿往后余生的每个日子里 你我都能把格局放大 活出最好的模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追求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 比起金钱和物质 人们更加从内心深处 重视精神层面的持久满足感 物质时代 向精神时代发展的三大特征 一 人们追求更少 更好的物质生活 更加重视物质的品质 有温度的品牌精神 也被视为人们的消费需求 单纯的物质 占有很难在刺激人们的感官 让人们获得长久的满足 二 人们更加重视金钱之外的东西 比如健康 爱 失业这些无形的财富 人们愿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抽出精力来陪自己喜欢的人 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三 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到生命的价值 与使命上 开始自觉反省人生意义 努力寻求在有限的生命里 追求无限的人生价值 并试图寻求灵魂的觉醒 为生活做减法 为生命做家法 关于2022年极简主义的十大关键词 建议收藏 读懂授意一生 灵妖 断舍离 断绝不需要的 舍弃不必要的 脱离物欲的执念 断舍离不是物质的加减 而是精神的极简 以人为中心 让物归位 让物流动 这样人不为物意 精神得以有自由流淌的空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断舍离 并因此获得更多的内在幸福感 02 简法 为生活做简法 为生命做家法 懂得做简法 才是人生真正成熟的开始 幸福的人生并不是累积而成的 而要通过割舍来获得 去粗取经 去尾存真 才能发现重要的东西 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 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物 请进生活中来 03 极简 会布局人生的人内心 一定是极简的 人生太短 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情 都值得全心全意去做 适当的留白 可以腾空心灵 以吸引更光明的东西入住 别只想着填满 而要懂得留白 空荡的山间 才能听见灵魂的回声 因为留白 生着从容生活的智慧 长着抵达辽阔境界的哲学 灵思 健康 身体才是生产力 越来越多的人 注重自身的健康 不仅从观念上提升自己的健康伤数 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精力与金钱去善待自己的身体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顺天应时 平和喜悦 能量自然俱合 无论事事如何变迁 身体在 一切皆有可能 灵魂 家庭 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归家庭 繁重的工作之余 努力提升一家人的生活品质 家是根 是本 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感觉 把家收拾干净 一家人好好说话 一家人一起吃饭 让家里充满爱与理解 家和万事兴 把家经营好 穿越一切艰辛 美好的事情自然发生 06 阅读 读书是一种高级的独处 它是快速实现人生意念升级的捷径 特别是阅读中外的经典 可以从根本上提升一个人的精神气质 经典的书都是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 蕴含广阔的历史全景 正因为经典蕴含丰富的时空 可以扩展我们的生命长度与宽度 打开我们的精神格局与人生境界 07 行走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身体与灵魂都要在路上 在行走中融合自然 在放松中减压身心 正成为一种生活的必需品 从春生下长秋书冬藏中体悟生命的节奏 在潮起潮落 花开花蟹间感通天地的轮回 人们学会在盲里偷闲 登高山 临深海 靠近山林 进入大自然 从中汲取身心的能量 其实 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行走 头顶蓝天 脚踩大地 心中有海 眼里有光 一路向前 08 打坐 从硅谷到世界各地 从明星政要到普通百姓 因为简单可行 打坐正成为一种减压的身心放松心方式 只要你开始了你的打坐 你就是活在当下 由此你的身心得以放松 你的能量得以爆发 你的精神得以舒畅 09 圈子 人们寻求进入更高级的圈子 环境改变人生 纯粹积极的圈子 才会令你身心自然放松 每个圈子都自带各自的能量场 高层次的圈子自带正能量场 而低层次的圈子则带着暗黑的负能量场 舍弃不必要的社交 主动进入更高层次的圈子 与更多的高手接触 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差距 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成为更好的自己 时 觉醒 身心归位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 主动赋予自己人生的意义 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 而是一场灵魂的修炼 肉体终将消亡 美好的意念永存世间 我们这一生真正的使命 就是努力跃升自己的灵魂 使它谢幕之计 比开幕之初 更纯粹 更圆满 关于极简主义的精髓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 我最欣赏这句富有灵性能量的话 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 而是一场精神的修炼 释迦牟尼佛说 妙法莲华精云 若人散乱心 入于塔庙中 一称南无佛 皆共成佛道 人生在世数十年的光阴 不知不觉地过了 在这当中 有钱的人 或贪酒色财气 无钱的人 为了衣食住行而劳碌奔波 很少有清闲自在的时刻 真是苦不堪言 但是这种人 偶一走到佛寺里 见此寂静 庄严的范差 心生欢喜 或见佛菩萨形象 而随口声称 佛明者 或心生清静 而起感慨 称赞如来吉祥而生稀有者 这都是 过去生中 有甚深善根 由此皆得成佛 因为人们平时眼中见到的风花雪月 耳中听到的歌舞欢声 口里摊着的真羞美味等 而引起豁然思想 这豁然思想是散乱心 是生死心 是虚妄心 今天能够在塔庙中 称一生佛号 这是觉悟心 是清静心 是成佛的菩提种子 佛者 泛与佛陀 华言觉者 觉者 觉而不迷 自性清静 即是有觉悟心 我们今天 不为名利而来 也是觉悟力的作用 但是有许多恐是 闻其打禅妻之名 而不知其打禅妻之意 以一种悉其心 而来看热闹的 这不是上上心 现在寄到此地 如人到了宝山 不可空手而回 须发一无上的道心 好好地作一只香 种意成佛的正因 将来大家成佛 昔日释迦牟尼佛有一弟子 明须拔陀罗尊者 家里贫穷孤独 无所依靠 心怀愁闷 要随佛出家 一日至世尊处 刚巧是世尊外出 诸大弟子为之观察 往昔因缘 八万劫中 为种善根 乃不收留 叫他回去 此时须拔尊者苦闷已及 行至成边 寸丝业障如此深重 不如撞死为好 正要寻死 不料世尊到来 问其所以 须拔尊者一一答之 世尊遂收为徒弟 回至其所 七日之中 正阿罗汉 诸大弟子 不解其故 请问世尊 世尊曰 你们只知八万劫中之事 八万劫外 他曾中善根 他那时亦很贫穷 采桥为活 一日在山中欲虎 无所投避 急忙爬于树上 虎见他上树 就围绕而镊树 树欲断了 他心中甚急 无人救援 忽而思为大觉佛陀 有慈悲力 能救诸苦 乃口称 纳摩佛 快来救我 虎闻难无佛生 乃远必知 未伤其命 由此种下正因佛种 今日成熟 故正果位 诸大弟子闻此余矣 心怀喜悦 叹未曾有 你我今天遇此圣缘 能来此做一支静香 则善业已超过多倍 千万物为儿戏 若为热闹而来 那就错过机会了 亦不少学 过十悔 见识不学 用石悔 醉发狂言 性石悔 安不将息 病石悔 一切福田 都离不开心的 心田上拨下善良的种子 总有一天 会开花结果 古时候 有一位善人 他福报很好 儿孙满堂 在他临终时 儿孙们跪在他床前说 你要离开我们了 最后留点什么话 让我们终生奉行吧 善人说 你们只需记住四个字 学会吃亏 这位善人 他对儿孙最大的关怀 就是让他们懂得 吃亏是福 其实善良的人 根本不会吃亏 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 你在这里迂回一下 可能就在那里蓄积了力量 用佛家的话说 福报在后面 你现在所承受的 都是你起心动念所造 你将来所拥有的 都是你当下举手投足而来 曾子曾说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或其原意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还 善良中会回到你身边 而你的善良里 一定藏着你的贵人 等你陷入困境时 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 让你度过险境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有一个农夫的玉米品种 每年都获得极好的收成 而他也总是将自己的优良种子 毫不吝惜地分赠给其他农友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大方 他说 我对别人好 其实是为自己好 风吹着花粉四处飞散 如果林家播种的是次等的种子 在传粉的过程中 自然会影响我的玉米质量 因此 我很乐意农友们都播种同一优良品种 他的话看似简单 却身负哲理 凡你对别人所做的 就是对自己所做的 所以 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 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当你发现一花一草一木都在对你微笑 当你发现每件事都充满顺缘 当你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你 这就是善良的回音 生活自有自己的因果循环 它不满足于任何人的私心贪欲 一直善良下去 只问自心 不问得失 一路芬芳 以在你的身后跟随 真心善良的人 根本不会吃亏 一 远离非正命 佛教的八正道理 郑重地提到了正命 就是如法的谋生手段 谨慎选择从事的职业 首先 遵纪守法是底线 但为自己的长远考虑 也应远离那些通过造作杀生 妄语 其余等恶业的方式来谋生的职业 例如屠宰等 日行一善 积功俱德 反之 应该没有人真的会愿意日行一恶 而职业是天天在做的事 职业与信仰的冲突 是很现实的问题 如果真正认识到 为了自己的生计造下那么多恶业 未来自己也要被迫承受相应的苦果 选择不如法的职业是得不偿失 同时 即使是为了生计 只要下定决心 天底下还是有很多如法的行业和职业可以选择 乃至自利利他 既帮助到他人又为自己积累善业 下不了决心 那还是对因果的危害认识不足 尤其是远离赌博和酒吧市最基本的认知 此外 对于声色犬马的娱乐场所 也应保持距离 或许有人会说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只是人间游戏应酬 又不会做越界之事 还有人说 《唯摩节经》中能与文殊菩萨旗鼓相当的唯摩节居士 也是住豪宅 有妻子 服侍华丽 甚至结交权贵 出入赌场青楼 但千万不能忘了 我们哪里能和唯摩节居士相提并论 唯摩节本是法身大事 只为度化众生 自妙喜国土化生于这个娑婆世界 是在家居士下 他的上述行为 都是在走进这些人群度化他们 而不是我们为自己舍不下五光十色的娱乐活动而找的理由 三 远离邪师恶友 佛本行《极经》中讲到 南陀出家后 尽管佛陀苦口婆心的教化 可他仍然安住不下来 常跟恶行比丘结为捧党 喜好扎堆谈论不如法的事 依次 佛陀带他来到卖鱼的摊位前 让南陀抓一把垫鱼的茅草 带他放下后问 闻一下手上是什么胃 南陀答 腥臭扑鼻 佛陀告诉他 亲近恶友也是这样 虽然时间不长 但也会染上恶习 令你恶名远扬 接着 佛陀又把他带到一家卖香的店 让他把香囊抓在手里 放下后再问 手上是什么胃 南陀答 有微妙的香气 佛陀说 同样 亲近善友 常常熏染他的功德 自己也会功德增上 美名远播 那什么样的是 邪师恶友呢 不引导我们生出离心 不引导我们精进修持 助长贪助世间 名利享乐 不引导我们守持戒律 反而怂恿破戒 不引导我们政治正见 大搞神秘主义等等 凡事让我们烦恼 习气越来越重的 就需要远离 四 远离名利是非 禁诸者赤 禁末者黑 环境对人的影响 确实很大 如果一个单位或团体 擅长争名夺利 流行勾心斗角 是非短长 最明智的做法 就是远离 一来 这种风气 盛行之处 搞事得多 做事得少 发展前景 是堪忧的 二来 来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长期受到这种习气熏染 很少有人 真的能做到独善其身 不受影响 沾染上这种习气后 莫说是修行 就是对今生的事业 和人生来说 必远远大于利 外面的天地 虽然有不确定性 但也因此无限宽广 把精力 用在脚踏实地做事上 才是成就的捷径 五 远离安逸懈怠 近年来 曾流行过一句话 离开舒适区 大致意思是 别让自己 一直停留在 某个心理 和习惯的固定模式里 需要适当地 做一些改变和进步 真的了解无常 相信轮回的人 自当明了 一切安逸都是假象 沾沾自喜于眼前的安逸 并不觉是自己有什么问题 把学佛当作丰富事业 给生活点缀雅趣 那就是空手入宝山 修行是要改变自己 改变身口意 改变心念 语言和行为 改变过去是累积而来 却从未意识到的习气 所以说 修行就像一人与万人敌 我们需要远离那些 容易令自己懈怠的 安逸环境 如果天热了不去做 太冷了不去做 下雨了不去做 路远了不去做 人累了不去做 想睡了又不去做 不来精进修行 不来颤除为远 不来行善不失 那么 无常到来的那一刻 既无思想准备 又无福报资粮 那该怎么办 六 远离贪执不舍 一切烦恼 都是因贪嗔痴而引发的 贪能排在首位 实在是因为太普遍了 远离贪执之心 不仅仅是放下对名利的 无止尽追求 更可以在寻常生活中 间歇性地试着 让自己与最喜欢人 最执着的事物 保持距离 这是在训练 对舍的觉知 不被外物所益 方可体会自在轻松 有这样一个典故 明代有位避风禅师 修行颇好 他对世间的财色名利 早已看淡 唯独对狱赐给他的那只紫金波 爱不释手 时间久了便生起了贪爱 看着才觉欢喜和心安 最终妨碍了修行 直到最后 打破此波才能斩断轮回 如果平时疏于对舍的训练 就生不起出离缩婆之心 带到不可避免的无常来到 阿弥陀佛前来接饮食 心里若还放不下现实眷属 或是多年积攒的那些心头好 阻碍了往生净土 那才是最大的遗憾 远离上面这些人与世 并不意味着放弃他们 自卫得度和能度人 在修行能力还不足够时 还请守护好自己这盏微弱的心灯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 其实不是 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很多人退休之后 立马变得颓废了 不是缺一小时 而是精神垮了 找不到人生的乐趣了 也没有了依靠 很多人在人生的下半场 没有及时调整生活状态 退休的那一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悠闲的生活把身体和精神都毁掉了 当你老了 头发白 没了睡意 昏尘炉火旁打盹 这样的场景不是幸福 而是孤独终老的征兆 人是群居动物 不能一直孤独下去 现实却很残酷 一个人的年纪越大越孤独 当你老了 谁和你作伴 你指望谁都会失望 就是最靠谱的老伴 也可能先走一步 或者你先走一步 留下老伴过孤独生活 老有所乐 最重要的是养老观念的转变 记住领悟以下三种养老观 有依有靠 第一 养老不能靠儿女的观念浓 应抬在目送里写道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我们总以为父母把儿女养大 儿女陪父母变老 其实儿女长大了 就应该远走高飞了 不是他们不管父母 而是他们无能为力 现实告诉我们 一个年轻人要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立足 需要熬过很多道关卡 找工作 买房子 恋爱和情 结婚 培养自己的孩子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很头痛 但是不得不面对 我的一个朋友远离家乡去深圳打工 借了二百多万 买了一套小房子 去年 因为工厂效益不好 工资缩水 她崩溃到大哭 因为房贷的压力 让她喘不过起来 每个月必须收入过万 才能好好活着 工资缩水到几千 让她失去了方向 更加扎心的现实是 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家庭 夫妻要管四个老人 甚至七八个老人 儿女有孝顺父母的心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多少中年人发出了 数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 反过来看 作为父母 怎么能够拖累儿女呢 当你断了依靠儿女的念头 也不会抱怨社会 也不会责怪 儿女不能常常陪伴你 就是过年时 儿女说 今年不回家过年 你也能够理解他们 当你送儿女去远方的时候 看看那个熟悉的身影 挤上了公交车 然后被人流淹没 放眼望去 街上依旧热闹 只有车水马龙 没有血脉之情 理解儿女 主动和儿女聊聊天 主动去看望儿女 留住无限的牵挂 也是依靠 第三 享受孤独的观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百年孤独》里写道 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 不是别的 而是与孤季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你终于明白 孤独是可以享受的 在炉火边打盹 不是那么可怕 而是别样的幸福 不到万不得已 不必去养老院 你能自己做饭吃 可以走到门外去看看风景 也能站在窗台边晒太阳 这样的日子并不糟糕 很多老人忙着写回忆录 他们写的东西 连儿女都懒得看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和孤独作伴 独处的时候 一抹书香 几行文字 时间就变得丰满了 第三 靠谁不如靠自己的观念 我们总以为 人老了 最靠得住的人是老伴 当然 老伴在的时候 相互依靠 病了有人管 夫门有人陪 肯定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惜在恩爱的夫妻 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 主持人何炯曾说 父母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这个恐怕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只能尽力不去想 没有人可以做好准备 当父母过世之后 你会发现 自己终究要走父母的老路 死亡何字 自己的距离真的很近 当你老了 常常听到亲朋好友过世的消息 当然 也还会近距离看到 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 他们或安详 或无奈 或悲伤 但终归是一切都过去了 目送着年迈的亲人离去 一开始是很忧伤的 后来会变得习以为常 看透了生老病死 习惯了一次次目送 你终于学会了靠自己 人们常说养儿防老 其实真正到自己老的时候 子女想给你养老 也可能是力不从心 人还是要靠自己 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很有自己的退休金 当自己老的时候 根本用不到子女养老 子女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欣慰 如果子女不孝顺 甚至没本事 想着啃老 那对自己才是负担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撑住 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有所准备 也有所保留 成为自己的依靠 万年生活才能过得好 钱是个很现实的东西 你有的时候或许不觉得什么 当你没有的时候 才感觉到心酸 养老说到底 首先就是要有钱 如果没有一点存款 生活吃穿用度怎么办 生病了 怎么办 所以钱才是要存好一些 不要随便给子女 更不要随便挥霍 还有就是不要随便听信别人的话 叫你拿着存款去搞投资 投资有很大的风险 不要贪心 手上拿好的才是最安全的 很多老人遇到一些不孝儿子 整天无所事事 只会问他们要钱 你要知道狠心一点 让他们自己出去赚钱 不要惯着他们 已经对他们没有指望了 更不要随便给他们钱花了 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 你才能有情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有些孩子心眼不好 只会打你的小算盘 先把你手上的钱要了 其实根本就不想给你养老 正如北辙南园中的敬惠奶奶 她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这将会有一笔很大的补偿款 于是儿子就盯上了这笔钱 想要庆贺奶奶把钱都给她 说是拿来投资 然后再给一家人换一个大房子 把她也接过去住 敬惠奶奶很清醒 拿着她的钱给她养老 而且还要她寄人篱下 这根本就不是养老 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养老 所以敬惠奶奶狠心拒绝了 儿子反对跟她去杭州 也不愿意把钱给她 她自己一个人在北京 买房子 自己给自己养老 都说父母的家是儿子的家 但是儿子的家未必是父母的家 当你老了 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自己住更舒心 不用看别人眼色 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房子就是你自己养老的保障 有了房子 你才能活得自在 不用颠沛流离 也用不到老无所依禁混 奶奶用拆迁款给自己买了房子 自己每天的生活过得可自在了 早上起来去锻炼身体 回到家了 雅致来了 就弹一会儿钢琴 满幽幽的做饭给自己吃 都说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窝 只有在自己的房子里 才能安心地活着 去孩子家住 终究是不长久的 说不定儿媳妇还不愿意 那么矛盾就更多了 有一天他们不想自己住下去了 自己又没有房子住 那么老人养老就更难了 人老了 有自己的存款 有自己的房子 还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最重要的 身体不好 干什么也不行 想到哪里都不方便 身体好了 吃饭都有胃口 整个人精神 所以人老了 也要多出去走走 多运动一下 很多老人 吃完饭后就出去 去散散步 消化一下 总是没有坏处的 而很多老人 一吃完饭就坐着 整天吃完就睡 这样身体很容易出毛病的 身体永远是自己的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才是最好的保障 金山银山不如身体健康 养老这个话题 既现实又敏感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 都需要面对养老问题 儿孙自有儿孙福 养老就要靠自己才是 不给他们添加负担 也能让自己活得最舒坦的 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太高的期望 子女也不行 更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交到别人的手里 只有自己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 是幸福的 人心难测 即便是枕边人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即便是子女 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老了 最好的靠山就是健康的身体 一笔养老金 还算温馨的房子 正当的爱好 幸福的人生观 当你老了 始终会明白 靠自己才能笑到最后 人生可以由自己决定 你完全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 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做佛事的意义 很多人可能没完全了解 读完下面这几条 了解了做佛事的真正意义 那么 参加佛事 就更有功德了 请出家人做佛事 有什么用处 出家人 是修持佛法的人 也是弘扬佛法的人 因他们做的佛事 有功于人 我们供养他们 使得他们安心地做佛事 我们也就间接地有了功德 佛说出家的僧尼 是众人的功德福田 虽然佛法的修行者 的确重视临命忠实的补救法门 但出家人的职责 并非专为超度亡灵 出家人要超度的主要对象 是活人 而非死人 离命忠实怎么办 以佛法来说 若不出离生死 都是可怜民者 因此 信佛学佛的人 平日所做的佛事 在离命忠实最能得利 平日修行有素 命忠之后 必可出离生死的凡界 往生佛国的净土 谁该做佛事 一般人以为 做佛事是出家僧尼的事 其实 这仅说对了一半 佛法的超度对象 主要是活人 如果我们平时不修行 临死抱佛脚 功效虽也可观 但已不及平时 有准备的落实可靠了 如果自己不做佛事 死后 由亲友请了僧尼来带坐 功效自然差了一些 以其等到死后 由亲友们 为你做佛事 何不趁活着的时候 亲自做些佛事呢 诵经做什么 佛教徒为何要把某一部经 送到烂熟之后 还要在佛像之前 一遍又一遍地送呢 只有两层理由 第一是把佛经 当作一面见察 我们心形标准的镜子 凡夫难保自己不犯错 口诵佛经之时 就同听到佛在亲口说法来 教诫我们一样 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策立修行 第二是将诵经当作 代佛说法的神圣使命 佛法的主要对象是人 除人之外 六道众生之中 尚有天 神 鬼 以及少数的磅生或畜生 动物 也能信受佛法 所以 虽在无人之处 或在无人听懂所诵的经义之处 只要有人诵经 就有一类的天 神 鬼 处 来听我们诵经 若你为你顽固的亲友 做佛事诵经 你的诚意出动 你那亲友的亡灵 就已得到了消息 必定会如期前往听经 亡灵的灵性特别高 纵然在生之时 从未听过一句佛法 死后听经 也能依其善根通解信受 拜颤做什么 拜颤 又称为礼颤 就是礼拜诸佛菩萨 忏悔自己的一切罪业 凡夫是很苦恼的 对于过去生中 所带来的罪业 无可奈何 对于今生已造的罪业 也无可奈何 从今以后 要想不再继续造罪 仍是毫无可能 因此 我们伟大的佛陀 即以大慈悲心 为凡夫众生 说了一个忏悔罪业的法门 前面所说的诵经 是让我们对住佛法的镜子来照 现在所说的忏悔 是教我们把自己的心 放进佛法的水中去洗 拜颤的功用 即在于洗刷我们这颗染污住罪垢的心 忏悔 并不是求佛赦罪 而是求佛证明 向佛坦白自己所做的罪业 下定决心 不再故意作恶 在各种忏法一规中 最盛行的有梁黄宝颤 三味水颤 大碑颤 药师颤 净土颤 地藏颤 迁佛颤等 修这些颤法的人 历代以来 均有很多灵验传载 的确可谓功不堂捐 放验口做什么 验口 是指鬼道之中的恶鬼 佛陀慈悲 说了好多种神咒 例如敬业障真言 辨识真言 开咽喉真言等 凡是依法送持这些真言神咒 被召请前来的恶鬼们 就可仗佛的神通愿力 而饱餐一顿 饱餐之后 再为他们宣扬佛法 劝他们皈依三宝 令他们涌脱轨道的苦恼 这就是放咽口的作用和目的 因此 放咽口对于鬼道来说 等于是无限制的放阵 所以又叫做失实 如果你的王者亲友 并未堕落于恶鬼道中 放咽口就相同于 带他们做了放阵祭苦的功德 所以也是特别好的 人鬼之间的佛事 做佛事宜在生前 死了人固然要做佛事 结婚 生产 攘灾 驱病 祝寿 牟职 开张 交易 建造 安居 行商等等 也都应该做佛事 修功积德 行善治福 佛法能治现生之福 能治后生之福 能治人天富贵的世间福果 尤其能治福至圆满的究竟佛果 所以 我们有幸听闻佛法 平时应当自己来做佛事 并当明白为何要做佛事 当做什么佛事 如此 我们参加佛事法会将更有功德